大熊已经被妥妥的安置在了病床上 大家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圣奈的血寒问暖 那么大熊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 明明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却躺在床上张着大嘴 看到这样的场面 众人也是很无奈啊 可当大熊再次醒来的时候 又被丢下了 哼算你们还有点良心 还知道给我抬回保健室来 看来平时我没有白白关照你们啊 这个是圣奈留给我的字条 主要是给我道歉 剩下的就是给我讲讲别人都去做什么 这里先暂停一下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我是应该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呢 密码卡居然被放在了纸条下面 这是有多懒 就不能自己去开个门啊 什么事都得靠我 靠密码一样 一二三四 静香嘛 发生什么了 我和圣奈在警卫员爷爷那里找到了一份资料 好像挺重要的 啪啪啪啪啪啪啪 嗯 好像是因为后山发现了什么可疑人 所以把去后山的大门换成电子锁了 啪啪啪啪 啪啪啪 解除的方法 啊进行 快快走 他们进来了 先挂了大兄弟 等一下再联系你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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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发生什么了 有加特林为啥不给我呢 嘛也是女孩子嘛 毕竟战斗力不高可以靠道具补救 嗯 去三楼看看吧 二楼也没什么了 连个道具都没有 哎呀这是发生什么了 这把卡壳了 这把断成两截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 这主角光环果然强大呀 我咋从来没听说过 打雄的墙会卡壳呢 这是啥玩意儿 绿油油的跟个黄瓜似的 不管了我也没带大将 先去左边看看吧 除了有点弹药什么都没有 继续深入就会碰到这祸 利用喷子的强大推理 可以把这祸卡在墙上 尽情摩擦 要不了多久 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他就扑该了 不过这祸的叫声是真的大 不过是教导主任 大喇叭 完全没高懂 打他是干嘛的 还特意把这里布置成决斗场的样子 这 你确定这个是学校 不是什么神秘组织啊 连复活药都搞出来了 而大雄也是一脸习以为常的 揣进了兜里 对面就是电脑室了 虽然不知道这个电脑开机术 还是不是什么密码 姑且先记一下 538 这祸身上有个小钥匙 必须放好 这个是开保健是医药柜的 又到了这个开奖时刻 看看有没有人 大雁 你在这干嘛呢 修下水道 您继续 到这里关于三楼左侧的探索 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是时候去找多拉萌 多多拉萌 大雄 这个是安雄 你这是怎么了 大雄 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啊 要赶快逃走 这里有个十分危险的家伙 安雄这伤口的样子 应该是被什么生物给咬住了 伤口很大 不像蛇之类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是一个巨大的生物 长得跟变色龙似的 原来又是它 大雄 快 安雄要不行了 必须赶紧注射血清 血清在 再保健试试吧 我这就去 虽然学校里有血清之脸很奇怪吧 但跟之前的复活药比起来 太小儿科了 复活药都能搞得 快点安雄推上 苦茶 谢谢 谢谢老大雄 平时看见那么废物 关键时刻居然这样有用 嗨 这都是小事 安雄 他这是怎么了 啊 没事 只是睡着了而已 我们先回保健室吧 好的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羊毛军 关注我 就发现这种好玩有趣的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